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特别新闻。 在过去的深夜和清晨,中国娱乐圈的知名名人肖战经历了一段充满神秘和紧张的经历。 他的父母的别墅在被监视后曝光,这不仅让他本人感到困惑,还引起了家人的好奇和怀疑。 但这不仅如此,我们还将在这个视频中带来另一则有趣的消息。 中国娱乐界的巨星王一博将参加爱奇艺Scream Night活动这是中国娱乐界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也许你通过他的电影和职业生涯已经熟悉了王一博,但他在这个活动中的出现引发了热议,并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问题。 那么肖战和他的家人在过去的奇怪之夜经历了什么? 王一博为什么要参加IKA Scream Night,我们又会迎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一起在下面的视频中探索这些有趣的故事。 肖战在深夜和清晨醒来。 他的父母的别墅被监视曝光了吗? 黑太阳的印记无处不在,令人讨厌。 当肖战来到他父母的别墅时,已经是深夜。 他感到疲惫和紧张,度过了一整天的工作。 他的心感到沉重,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宁静和放松,但事情似乎并不对劲。 当他走进别墅时,他感到房间里弥漫着一种陌生的氛围。 从远处透过的模糊灯光,奇怪的声音开始从角落传来。 肖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的心在胸口急剧跳动。 他走进客厅,有一件事情让他大吃一惊。 在他面前,他父母的形象出现在巨大的电视屏幕上。 他们在卧室里,从屏幕的亮光中,他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正在与一些陌生人交谈。 这让他感到恐惧和愤怒。 他开始调查是如何被监视以及为什么他家的别墅会被侵入。 警察被叫来,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监视系统,在这里已经安装了很长时间。 黑太阳的印记无处不在,肖战痛苦地意识到他的家庭的宁静生活已经被残酷地侵犯。 他下定决心揭示真相并保护他的家人。 接下来的日子里,肖战的生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张,但他从未放弃。 他和他的家人与警方密切合作,以找出谁做了这些事情,并将他们带到公正之前。 尽管面临困难和挑战,肖战和他的家人学会了真正的爱和团结的价值。 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彼此相伴,随时面对和克服一切考验。 内于红毯一哥王一博将出席爱奇艺尖叫之夜,大家期待吗? 近日爱奇艺尖叫之夜第二波阵容官宣,王一博将出席11月25日的尖叫之夜。 王一博之前金基奖颁奖李红毯的走秀视频,粉丝直称后劲很大,独特的清冷气质加上完美的身材和精致的五官,令粉丝上透。 直呼内于红毯男仪不能少了王一博。 还有金基奖造型拍摄花絮,穿着黑色西装,系上优雅领结,别一枚PLUMADITIONAL真品珠宝胸针,光影映衬下的轮廓侧颜,修长指尖,清俊的香家贵公子。 王一博从无名到《长空之王》再到热烈,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向前走。 他在电影中的角色形象各异,且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期待王一博11.25日新舞台,带播剧长风破浪未若来。 如何看待赵丽颖坐镇时尚巴沙12月碧年刊的正式封面? 时尚巴沙12月碧年刊发布正式封面,这也是赵丽颖连续第七年出镜Bezer封面,带来一封富有突破的全新风格演绎, 犹如一位从精灵世界步入现实的魅惑之神,沉静与妖娇并存,血迹丝神女氛围感直接拉满。 封面服装则是来自于品牌Pronze's Color秋冬系列,与整体的封面氛围很大调。 内叶这套Oscar de la Rente紫色纱裙,官方名称就被叫做萤火虫, 赵丽颖是将萤火虫们的温暖与支持穿在身上,和粉丝共同构成了这件艺术作品的灵魂。 还有Pred假日系列的银白色连衣裙,如同月光下波光淋淋的湖面上,破水而出的美人鱼。 最令人惊艳的是还搭配了La Jusse 1950s的古董帽和一串古董珍珠, 还有一面1940s古董珍丝网纱。 作为当红小花旦,赵丽颖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备受关注。 在这次拍摄中,她将扮演一条深海美人鱼,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这个角色既充满童话色彩,又包含着性感和神秘的元素。 赵丽颖的表演生涯可谓一步一个脚印,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和颜值。 赵丽颖坐镇时尚八杀十二月碧年刊的正式封面,让人不禁感到惊艳和期待。 这已经是她连续第七年登上,Bezer杂志的封面,这一连串的封面出镜,无疑证明了她在时尚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赵丽颖不断挑战自己的形象,这次的封面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风格,让人仿佛看到了一个从精灵世界走出来的神秘女性。 她的外表既沉静又妖娆,让人感受到了一种雪祭丝神女的氛围。 这个封面让人感到充满期待,不禁想要了解更多。 封面的服装来自Pronze's Color秋冬系列,与整体的封面氛围非常搭调。 这款服装展现了赵丽颖的时尚品味和对于时尚的敏感度。 她的选择总是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次也不例外。 她的时尚选择总是能够引领潮流,成为时尚界的风向标。 内页的照片中,赵丽颖穿着Oscar de Laurentiq的紫色纱裙,被官方称为萤火虫。 这个名称不仅仅是一种时尚标签,还蕴含了赵丽颖与她的粉丝之间特殊的联系。 她将粉丝的温暖和支持,化为一种艺术表达,将萤火虫与这件服装的灵魂相融合。 这种互动式的表达方式让人感到温馨和亲近,也让她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 此外,赵丽颖还穿着Pred假日系列的银白色连衣裙,宛如月光下的美人鱼。 这件服装不仅仅展现了她的时尚品味,还通过古董帽、珍珠项链和珍丝网纱等元素增加了一份浓厚的复古氛围。 这种时尚与古董的结合让整个造型更加引人注目。 也显示了她对于时尚的独特理解。 作为当红小花旦,赵丽颖的演艺事业一直都备受关注。 她的演技和颜值一直以来都备受赞誉,而这次在封面上的表现也再次证明了她的实力。 扮演深海美人鱼这个角色,不仅充满了童话色彩,还融合了性感和神秘的元素,展现出了她多才多艺的演技。 她的表演生涯一直都在不断进步,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和颜值,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总的来说,赵丽颖坐镇时尚八杀十二月碧年刊的正式封面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尚表现。 她的时尚品味和多才多艺的演技再次让人们对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她的每一次出镜都是一次时尚的盛宴,也是对她多才多艺的肯定。 希望她能够继续在时尚界和演艺界取得更多的成就。 感谢观看